继续来关注台风灿虹 新华社消息 11号0点20分左右 浙江镇海已房屋倒塌 已有两人被救出送往医院救治 仍有一人被埋 救援人员正在全力抢救 台风灿虹正在向浙江沿海逼近 房屋倒塌的具体原因还有待调查 经警戒转移安置96.04万人 全部渔船已在港避风或驶向安全区域 全省85座小型水库运行正常 此外 护卢高速东海大桥 神海高速 宁波绕城高速 永州高速 长泰高速 泰京高速局部路段封闭 恢复时间待定 超强台风灿虹今早6点 位于浙江向山东南方向 约161公里海面上 较大可能在今天中午前后 在泰州到宁波沿海一带登陆 而截至今天早晨5点 宁波市面雨量达到83毫米 排名前三的是宁海 向山和凤华 其中86个站超过100毫米 7个站超过200毫米 据水利部网站新消息 国家防总副总指挥 水利部部长陈雷 昨天再次主持召开专题会商会 部署超强台风防御工作 国家防总要求 受台风严重影响区域地区 要适时停学 停课 停工 停产 国家防总再次向长江 太湖 淮河防总 和有关省市发出紧急通知 要求各级进一步强化 细化 石化台风防御工作 另外 正江省防汛防台抗汉指挥部办公室的专家表示 很多人以为只要植被好 山体滑坡 泥石流的几率会小很多 其实会不会发生泥石流 与植被好坏关系并不大 防汛专家说 很多山体虽然植被很好 表面上看上去郁郁冲冲 但是正江地质都是二元结构 上面是松软的土地 下面是坚硬的岩石 在强降雨的浸泡下 很容易发生扑灭泥石流 目前 比较好的防御泥石流措施 就是监测预警 当降雨量超过预先测定的临界雨量时 及时组织危险地带人员转移 电视运团 电视运团 电视运团